熱點透視今天要帶您關心到的是 前總統馬英九30號前往武漢市 參觀防疫特展時 表示中國在新冠疫情初期控制得很好 是對整個人類的貢獻 更說當時武漢包機造成中國的困擾 這一番言論一出 疫情指揮中心的指揮官王必勝也回唱說 並不是貢獻而是大災難 更喊話雙方醫療衛教交流不是不可以 但是呢可以先從回復Email開始做起 雙方是隔空招火 黑色西裝面帶笑容 前總統馬英九30號在中國武漢市 參觀抗疫特展 不過一席話讓疫情指揮中心 指揮官王必勝不忍了 疫情從中國武漢開始 傳播到全世界 接近7億人的感染 700萬人死亡 我是不明白貢獻 但是我知道這是人類的大災難 馬英九還參觀台胞協助抗疫專區 看到當年武漢包機協助滯留台人返台影片 馬英九對陪同的醫院院長說 不好意思我們政府給你們造成困擾 更表示期盼未來兩岸醫療衛教能多交流 醫療人員邊境人員他們沒有給誰帶來什麼麻煩 專業的交流我們是非常期待也非常歡迎 那但是是不是可以從 回一下我們email開始做 我想就是說他其實是因為都沒有做事情 所以有點心虛 因為講這些話其實都跟事實是不相符的 兩派觀點不同互不相讓 但時隔三年半新冠病毒依舊在社區內流竄 根據指揮中心統計 這一週每日平均新增中重症個案數 以及每日平均新增死亡數 都較前一週略為下降 但值得注意的是 境外定序分析本週截至30號 BQ.1和XBB變異株都有增加趨勢 指揮中心呼籲就算打了次世代疫苗 保護力仍會隨時間下降 尤其是年長者還是得定期接種增加保護力 這台北綜合報導